现在准备去通关 到吃饭了 已经过关了 我想的是这个 这个是最便宜的十点饭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做晚上的吃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南米 吃起来的味道 感觉有很多东南亚的味道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新加坡 今天我要准备回马来西亚了 我要从新加坡做大巴 先去马来西亚的新山 然后从新山再做大巴去移宝 这就是我今天的路线 然后新山新加坡这边 做到那个checkpoint 需要做17路车 170路车 这个170路车就是我从JB Center 坐过来的那个车 但是我从JB Center坐过来的那个车 并不知道是去中间到那个 那个我忘记了 那个叫什么兰德 那个列站它就停了 然后这边的新加坡这边 在Cring Street Terminal 在这里坐 好像就是到这个point 所以我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到这个point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从这里直接坐过去了 反正我会把整个过程拍下给大家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到这个point的话 就不用转车了 这样就很方便了 行 现在我过去看一下 前面就是Cring Street Terminal 然后这边旁边有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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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蛮干净的 然后这个车呢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支持万斯达卡 不支持的话 估计就得买票了 那个车就是170 我得坐那个车 然后从这边过去进去坐 OK 这好多乌鸦啊 这里 马来西亚也好多乌鸦 ZW2 ZW2 这个车好像比较贵的 是 是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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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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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到这个车站 就坐上这个车了 这个车确实是到 chop point 但是呢 就是比较慢 那个实际师傅跟我说 这个车比较慢 说旁边那个车 不就会快一点 但对我来讲 无所谓 我不是赶时间 所以我就OK 因为我从新山坐大巴去那个仪宝 需要坐晚上的车 然后第二天早上大 在那大巴上睡一觉 所以我到了到新山到的早日 也在那等 所以我还能坐在这个大巴里 坐在这个公交车里面 还可以去空调 去清早 而且这个刷卡是OK的 万事来卡是没问题的 那个威萨卡我们是 但是欣萨卡在地界里面用了 没用 这个不知道 但是用万事来卡OK 然后下车就再刷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呢就是公交车的内部 因为我是从 Terminal这个地方做出来的 是公交总站做出来 所以这里没有人 尽量是没什么人 他说这个路线要走很久 有点慢 但是无所谓了 对了 新加坡的双层拔是我还没坐过呢 不过在外面看的特别漂亮 我觉得坐在上面拍照应该非常好 下次来做吧 这次就先这样三天行程 其实只有两天 第一天基本上都浪费的 反正新加坡之前 今天还是蛮圆满的 然后今天现在去新山 新山之后呢去移宝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等一下我会把整个过程给大家排一下 坐车这个过程我就先一口了 先去一口账 等一下就快大了 我会继续给大家排 现在呢已经到Checkpoint了 然后现在准备去通关 过了新加坡海关 然后坐大巴 这也是坐公交车 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海关 到了马来西亚海关 过了以后就是JB登车了 现在准备去过海关 然后现在不让拍照了 就不拍了 我已经从这个地区窗口出来了 现在准备去过马来西亚的海关 然后先去坐车 坐车了 然后去过马来西亚的海关 就是坐这个170 好 160也行 这个是950 我要坐170 我已经过半了 我已经过半了 三个站 一个是5月29日入境的 然后4月大人离境的 然后这个是4月15日 离境的 第二个路径的 三个站入境了 又回到马来西亚的 又回到马来西亚的 又回到马来西亚的青山 然后现在准备去车站 坐车去移保 这个就是JB Center下面的大巴站 这个我做的是T10 从这里首发的话 还是蛮高的 车票是1.5码币 从JB Center到Lucky Center 整个行程还是很方便的 到这里那边还有换钱锁 看到吗 有一个和尚在那里换钱 然后那边还可以吃饭 这边呢有一些 在这里还有便利店 反正这下面还是很方便的 在这个JB Center做车呢 是T10 是1块5码币 然后到这个T10 可以到Lucky Post Community 然后到那里去大概 应该要半个小时吧 反正最多让这个车到那里 就是可以了 然后到那里买了一个票 那票我应该是买晚上的票 大概是晚上10点钟 所以呢 我现在其实已经很早了 等一下我准备找个咖啡厅 然后编辑一下视频 就这样就这个样子 然后今天的行程呢 也就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特别的了 应该开出来了 应该开出来了 看这里已经下过雨了 还好头上的雨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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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了这个寂寞 现在又熟悉的地方 去买票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操作过程了 先是选择英语 然后这个是JB 然后是Lucky 然后选择医保 IPOH 这个 然后选择它就有了 你看看 我想的是这个 这个是最便宜的 4.5 它是65马币 这个也是最便宜的 但这个车子要稍微好一点 现在显示25个车位座位 这个还剩下8个座位 所以想了这个 然后是next 那就是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选择完了以后 然后就付款 现在已经买好票了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东西 它没有那种票据 它就是一个这个 我买的是3个K的 这基本上也是最便宜的了 是65块钱 车票是65块钱 还有一个税费是1块钱 是晚上10点半 然后直到12点30 然后到明天早上到 然后我现在呢 准备去找一个咖啡厅 然后坐下来 我这后面有个 啊 到这个东西里面去吧 这是新山的后车市 好多人呢 现在那个闪动的就是表示有车已经过来了 所以我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 这是我的车票 准备去做了 应该是18号这个 好 这个位置好猴哦 这车是可以吧 这车是还不错啊 现在上车了 这个车还不错吧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坐晚上的车 夜班车 车子要开出来了 我做的就是这个KKKL三个K的公司 出发去医保了 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 然后明天到了再给大家拍 哈哈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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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到以把了 现在是4点半钟 差不多6个小时到这里 凌晨4点半了 所以我现在找了一家便利店 然后买了一个拉面 马来西亚的拉面 还有一瓶蜂蜜水 所以在这等到5点钟 我就可以坐车去 我的那个行业旅社了 哈哈哈哈 好运啊 没想到这么早就到了 早知道我可以买再晚一点的车票 从那个行山过来就更好 但是没关系 那这里环境还不错 这个医保车站还挺好的 整个行程的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 就从新山到医保这边 差不多6个小时 因为他的那个查询的资料 他没有显示几个小时 他有的地方他会显示 有的地方没显示 想到这个医保过来 从新山到医保 就没有显示 所以呢 我估算的话应该也有七八个小时 结果他比来的比较早 对吧 这个车子在吉隆坡停了一次 吉隆坡停的话 那个时间是三个半小时左右 到吉隆坡了 好多时间算是蛮快的 其他的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他会就这个样子 从新加坡到新山 然后从新山坐大巴去马来西亚的其他城市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拉麦 吃起来的味道 我感觉有很多东南亚那边特有的香料 就味道还行 就这样吧 对了 这个便利店很好的 你可以跟手机充电 而且还可以上网 整个车站都可以上网 马来西亚这边呢 基本上所有的车站 都有免费的外带 这个都很好 很棒 多到市区 这里有T30A和T30B 它就有时间 基本上是每半个小时一趟 到市区这两个都可以坐 这个就是A了 T30A 然后是1.7马币 这是公交车 这是在阿城坐 上车了 这个票是1.7马币 直接给现金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车在二层 在上面这一层 就是你到达这个地方 然后停车的地方 那一层 不用下去 下去是坐大巴去其他城市的 市区的T30A T30B 都在这一层 而且旁边有路线的时间 它基本上A B 每趟车是一个小时一班 但是A和B 它是交叉的 所以到市区的话 基本上30分钟就有一个趟车 不管做A做B都可以 当然你要看一下你要去的地方 做A方便还是做B方便 因为我这个地方做AB都是方便的 都到同一个站到同一个站 所以你们就问一下你们的那个 就是你查一下谷歌 谷歌地图上是OK的 基本上是OK的 然后车机开灯了 现在我去伊宝区区了 这是伊宝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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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现在要去清理了 从车站到市区直达的车 坐车直接付现金就可以很方便 整个行程还是蛮顺利的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下期见吧 拜拜